在YouTube里面好像一定要拍挑戰片 如果你沒有拍過挑戰片的話 你好像不像一個YouTuber 但無論是薯片、辣麵、辣豆、團片酒 都已經有人拍過了 到底有什麼是沒有人拍過的呢? 挑戰食屎啊 Stupid boy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不知道大家約女生吃飯的時候 有沒有提議過去吃珍鮮呢? 通常你這樣說的時候 他們會心想說不是吧?珍鮮 因為在他們眼中 可能珍鮮是一些烈食 是一些不好吃的東西 但我終於想到一個方法 令到他們覺得珍鮮好吃 就是要做一些壽司 令他們吃完之後會覺得珍鮮是極品 而這次的挑戰 我們就是要挑戰吃這些壽司 但不是應該做給別人吃的 為什麼要自己吃呢? 我這裡有一盒壽司上面的餡料已經給我吃完 我會把這些材料加在上面 製作我們獨一無二的極品壽司 好 那就完成了我們這次要吃的壽司 分別是有 湖乳軍艦 百寶竹軍艦 乳樂軍艦 布丁軍艦 鹹蛋軍艦 布林壽司 沙甸魚壽司 還有皮蛋壽司 說明是吃壽司 又怎能夠沒有芥末和豉油呢? 所以我們會在上面加一層芥末 然後再點豉油來吃 當你做完這些壽司出來的時候 讓你的女伴先試一試 那他吃完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將他吃珍鮮裡面最高級的 海膽和大日子壽司 是價值38元的 那他挑戰完這些壽司的時候 再吃回珍鮮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覺得珍鮮的料理非常好吃 除非不是的 那我們現在就試吃這個 小儀科的辣沙甸魚壽司先吧 是蠻好吃的 是沒什麼的 OK的 是沒事的 接著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布林 我看 我看如果你只是 煮粽壽司其實沒有問題 但是加了芥末之後 他就是無緣無故吃起來 是甜甜的 然後就有一種功鼻的感覺 布林壽司 直接淋在豉油上面 以為是糖漿 但其實是豉油 布林加了豉油 一起吃九五大八又鹹又甜 完全是錯了 我以為布林應該OK 沒什麼問題 但其實它混在一起的時候 有一種縮縮的感覺 都真的很難頂 乳酪軍藍 暫時這裡是乳酪軍藍的最難吃的 你喝醉了之後 你嘔嘔 那些味道一模一樣 還要有些鹹鹹的 然後有些嘔吐蜜的感覺 這樣吃下去 然後咬下去 一粒粒的 很難頂 我猜皮蛋壽司應該OK 我猜 皮蛋的蛋黃 有些少少和芥末是很搭 但是才可以考慮一下 皮蛋壽司 皮蛋壽司是OK 沒問題的 試完鹹蛋軍藍 好吃 而且覺得這盒也不是很差 有點好吃 那一陣子 好 接著我們現在要試一下 這個 八寶粥軍藍 我發現甜的再加醬油再加芥末 是 那種味道是完全是世界上不會發生的事 你辣完之後 然後突然又甜 最後一件賦與軍藍 軟一點 什麼時候 不是正常吃的 我現在很辛苦 張著我 那個壽司飯太少 根本不能沖淡 你平時吃飯是一碗飯 然後加一粒糊魚 可能已經吃到一碗飯 但是兩個糊魚 再加一個 一個 一個 壽司飯 真的不能沖淡 那種味道 冷水感覺 試一下吃飯 正常的 海膽和帶子壽司 不如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就給我一個Like 然後再Share這影片 和你的朋友說 這些壽司 有多好吃 好吃的 千萬不要忘記 我Facebook 還有Follow我Instagram 記得要訂閱我這個頻道 如果你覺得 你的挑戰就太過兒戲了 你可不可以做些更厲害的東西 你不妨留個言給我 告訴我 你想我挑戰什麼 我會想想的 YESYES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YES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布丁真的好吃 好好吃